第18题,有关物质三态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? A,固态物质的体积固定,但形状会随容器改变而改变。 上课提示过,固态物质,我们的体积固定形状也固定,所以选项A错误。 B,水是液态,体积不固定,但形状会随容器而改变。 我们上课说过,液体的物质,体积固定,但是形状不固定,所以选项B是错的。 C,气态物质的体积其形状都会随容器改变而改变。 上课教过,气态物质,体积不固定,形状也不固定,所以选项C是正确的。 Z,将红墨水装入注射针筒内,可证明液体具有可压缩性。 我墨水注入注射针筒头,然后呢,他这个没有办法证明液体有可压缩性。 事实上,液体是不可压缩的,所以选项珠是错的。 所以我们的只有选项C正确。 18题问我们说下列何者正确,我们答案选的是C。 气态物质的体积及形状都会随容器改变而改变。 感谢观看。